8月4号 郭美美这个三年前因红慧事件一举成名的炫富女 终于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据警方调查 郭美美与其干爹王军实际上是被包养的关系 而王军只是深圳的一名商人 与红慧并无关系 被郭美美事件拖累了三年多的中国红十字会如是重负 红十字会的总会新闻发言人姚立新说 我们希望东安机关的侦查结果不仅还红慧一个清白 而同时也给全社会一个重塑诚信体系的机会 为什么一个赌博炫富性交易的五毒剧权的小女子 竟然能给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慈善老字号造成如此巨大而持久的伤害呢 仅靠公安机关的侦查结果是否能让红慧重拾往日的公信力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陈杰仁先生还有陈小龙先生 而同时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 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那么首先那请陈杰仁先生和我们分析一下 为什么郭美美郭姑娘这样一个23岁的小女子 能够给百年的老店红慧造成这样大的损伤呢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如果一颗蛋是没有缝的话 别说来一个郭美美这样的苍蝇 就是来一百只苍蝇也不会叮破它 也不会让这颗蛋坏掉 虽然郭美美它只是一个符号 只是一个很偶然的因素 但是呢它能够让红慧的名誉坏掉 归根节点还是红慧过去多年以来 确实积累了太多的问题 并且这些问题呢 已经让公众呢产生了这个不可遏制的一种路潮 那么这些路潮呢 借助郭美美这么一次事件表达出来了 尽管郭美美的事件 她所说的东西最后被证明是假的 她跟红慧没有关系 但实际上郭美美到底跟红慧有没有关系 已经不重要 重要的是公众对于红慧 确实有太多的情绪需要发现 陈先生您觉得红慧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还是说我吗 对啊 我觉得红慧过去来说呢 它确实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呢是非常官僚化的一个问题 那么官僚主义很严重 在中国呢有一部专门的法律 叫做红十字会法 那么红十字会法呢 规定了这个中国的国家 主席呢一定是这个红十字会的名誉会长 那么自指以下他们的机关啊 每一年哪怕就是招聘的人员 都是按照中央国家机关招人的这种流程来做 他们所做的工作 包括一些捐款的这种非透明化 一些这个捐款的使用 一些这个项目的审批 一些活动的展开 都显现出非常非常严重的官僚主义的倾向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是在这个非透明化的这种慈善善款的使用过程当中呢 确实存在着一些这个腐败现象 像前年暴露的这个成都的那个红卉的 就是那个李春成的老婆 那么他就在这里面就给红卉就是一些黑幕 就是一个典型 那么像这样的问题呢 当然后来随着郭美美事件之后呢 红卉开始收敛 开始在改善 在改革 但是不能否定之前问题的这种存在 这是第二个问题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 是红卉呢 他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是垄断了中国的慈善业 虽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慈善机构 但是一旦发生一些重大的一些灾害啊 事故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意外事件 红卉的这种受到捐款的地位是垄断的 是不可挑战的 甚至地方很多政府就规定 明确规定公众的捐款 必须交给红卉来进行募捐 像这样的问题实际上 也是让公众非常不满的一个原因 我想主要是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那我想请教程晓农先生 就是说这个郭美美事件到现在已经有三年了 那在中间我们也没有看到 红卉有很强力的做反驳 那为什么这个郭美美的事件 要三年之后才能够让他来平反 是不是他真的有什么样的后台 或是红卉忌惮他什么东西 在三年来一直不敢有所动作呢 我觉得其实郭美美确实和中国红十字会有关系 我们都知道他自己称他是中国红十字商会总经理 但实际上他用的这个头衔不准确 准确的头衔应该是中国的商业系统红十字会 下属的一个公司的总经理 但是这家所谓的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 成立以后十年从来没有在民政部正式注册过 相反他的运作是通过一家叫王鼎公司的 就是那个叫王军的深圳商人在运作 郭美美不过就是这个王军的一个情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家王鼎公司在这个案子上的 其实涉嫌一系列的所谓慈善欺诈 这些事情和郭美美有关 他们借用过郭美美的名义 所以不能说郭美美与红十字会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至少商业系统红十字会 它的成立已经有十来年了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并没有否认 或者对这个商业系统红十字会进行过清查 也没有勒令这个商业红十字会解散 那就说明他仍然商业红十字会 是中国红十字会下面的一个机构 一个附属机构 所以正因为如此 他们有一些牵扯不清的关系 另外中国红十字会的前任副会长 有一个也叫王军的 有人怀疑这个人也与郭美美有关系 说不定也是干爹之一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 那这个关系就更亲密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郭美美与红会的 这个不清不楚的关系撇开之外 我想再补充一点 陈杰仁先生刚刚谈到的 中国红十字会为什么讨人厌 就是他不光是因为衙门而讨人厌 而且他具有衙门的权力和衙门的压力 为什么这样讲 中国红十字会是全世界同类的 非营利机构当中最威有威权的一个机构 我们都知道红十字会在世界各国 都不过是一个非营利机构 它没有任何政府权威 在中国不一样 它可以让中国政府的公务员们掏腰包 原因是中国红十字会在中国 所谓慈善捐款的时候 他可以实行强制捐款 换句话讲 他打个招呼给各个政府 各地政府就会强行 在机关事业单位的公务员当中 从工资里扣百分之几 拿去做慈善捐款 这个是没商量的 让你交就得交 不交还不行 还得领导带头多交 所以这样强捐 逼捐 是中国红十字会的一个特色 如果说他逼捐了之后 全部财务透明公开 那也就罢了 问题是中国红十字会 大概据说最好的估计是 六成用于慈善事业 四成是自己养活自个儿 那么我们都知道 2011年中国有一位学者 萧雪慧女士在网上曝光了一张 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的某些职员 一顿中午午餐的这个发票 这张发票是将近九千块钱 按照中国当时政府的规定 他们这些就应的参与餐饮的人 依规定只能报销几百块 换句话讲 他们拿着慈善捐款这样挥霍 按餐饮标准十倍以上的开支 去享受滑滑餐饮 这也是他们逼捐以后 再享受到的好处 这不可能不招人眼 好 谢谢程晓龙先生 我们来比较一下 红会在2008年5月 四川发生汶川地震 和这一次云南发生地震以后 收到了捐款 在2008年的5月12号 四川发生汶川大地震之后的一天内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是收到社会各界的捐赠 包括款务的价值是超过6500万元 那么这一次 就是8月3号的云南鲁店 发生6.5级的地震之后 也是在一天之后 中国红十字会收到了捐款 总额是3835 也就是说相当于6年前的一半左右 另外中国红十字会的筹款 与财务部的筹资处处长陈启鸿 他说呢 我们可以说 说社会对红十字会的信任度 应该有了很大的提升 我们想听听陈杰仁先生的意见 您觉得中国社会 对红十字会的信任度 是不是已经提升了呢 陈杰仁先生 是不是电话掉了 喂 陈先生您听到我的问题吗 我听到了 我听到 你们能听到吗 可以可以 好的 我觉得就是说 要谈这个红十字会 现在这个声誉 是不是上升了 要看一个时间段 应该说呢 是在郭美美的这个丑闻发生之后呢 在一段时间内 大概我的分析 应该是在一年 到一年半的时间内 红会的声誉是一落千丈 因为那个时候呢 第一是郭美美的 这个跟红会的一些关系 还没有撇睛 第二呢 是在媒体的这种注视下呢 就是一些事件丑闻越吵越恶劣 所以呢 导致红会 感觉是一个 这个臭不可闻的一个机构了 但是呢 实实在在讲 就是 我觉得就是这近一年 一两年 特别是近一年以来呀 红会换了领导之后呢 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程度的一个 他们的努力和声誉的提升 那么比如说 刚谈到刚才这个捐款 两次地震的捐款的对比 虽然说这个 2008年的一次 有六千多万 这一次 原来的是三千多万 但是两个地震的级别损失是不可 它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那么这一次 它的这种捐款的这种民间性啊 也还是比较丰富的 也就是说呢 更多的个人也在向它捐款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数字呢 其实看不出来有太大的变化 甚至我觉得 如果从两个地震的级别来比较的话 这一次红会的这个捐款的这种 相对度还是提高了 那么我个人呢 其实在郭美美事件之后呢 也跟红会的这个高层啊 最高层呢 是有过多次的接触 实实在来讲 我感觉他们呢 第一 把郭美美事件呢 在内部还是作为一次深刻的教训 在警戒整个系统的员工 要谨言盛行 要以后要做事情 要注意提高声誉 同时呢 就是把自己内部的一些机构 也进行了一些清理 反正呢 我觉得还是做了很多的努力 第二个方面呢 实际上他们在信息的透明 在对于公众的质疑的 这种直接应对方面 还是有很大的进步 那么像赵白哥 像王如鹏 这样的一些这个主要的负责人啊 在很多的这种公共议论 当中呢 也有一些很多的表现 当然我认为呢 就是红会这种声誉 从郭美美事件之后 跌一决 到现在 不能说不正 但是也不能说完全 这个恢复呢 这个恢复期肯定是 要慢慢的进行的 未来恢复的怎么样 还得靠红会 整个系统的人的工作 但是反过头来说呢 我觉得 确实我赞同刚才 程晓龙先生的这个判断 他们太牛了 威望太高了 那么这种威劣 实际上把慈善变成了一种 这个逼捐的话呢 就损害了慈善事业的 这种本身的这个内置 我希望就是 红会呢 能够从这一个事件当中 深刻的吸取教训 同时呢 对于慈善组织的管理者来说 像民政部啊 像其他的一些机构来说 也要从红会这一次教训当中 吸取教训 如何在未来打造更多的 一些慈善组织 使中国的公益慈善组织多元化 能够去有竞争 这样才能让红会 也包括其他的慈善组织呢 提升更多的公信力 好的 谢谢陈杰先生的分析 那我们在线上 已经有观众朋友在等着 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 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 我们的电话是 400-120-0551 我们首先来接听 广东的黄先生 黄先生您好 黄先生您好 请说 你好你好 我说呢 郭美美跟那个红会 脱离不了关系 因为在中国呢 你看去想一下 如果谁能呢 披向那个 红字会的 红字会的那个 外衣到处 招摇状态 这样的事呢 你到后来的时候 到那个红字会啊 还没有将那个 郭美美开刀啊 还没有跟他 配清关系啊 比如说现在中国 这样的社会还可能嘛 如果今天没有关系的时候呢 那个红会啊 可能就把那个 郭美美的 逼到24次还不止啊 所以呢 在中国呢 我还都不相信 假裁 我都不相信那些东西 是 那黄先生我想请教您 反正是这样了 那么多了 谢谢 黄先生我想请教您 一个问题 就是说 您自己本身 会不会捐给红会呢 还是你曾经捐过 现在不信任了 我那是一个农村的老百姓啊 我又没有 跟他这样 什么 红师说 我会是这样 我看到现在 这样的那个 不信啊 都不信任了 相信的东西 你如果呢 是那刚年 没有的时候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 你如果那个高层 那样 那个外衣 给他这样 披上去的时候啊 是吧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你看 这种那个影响力 有多大 他那个红十字会的社会 会不会拿来 大概把那个 革命名叫毙掉啊 好的 谢谢黄先生 就看起来 广东黄先生 是不信任的同会 也要郭美威事件呢 也没有 让他这个不信任感 更加深了 我们想请 呃 陈小龙先生分析一下 您觉得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 一种比较典型的看法吗 陈小龙先生 那么根据中国的一些调查 好像不光是红十字会 这个所谓的这个慈善机构 在中国的声誉并不太好 好像两年前 只有9%的人相信 他们有一透明度 呃 去年这一年呢 稍微上升了一点 到20% 那也就是说80% 人还是不相信 所以慈善机构在今天 在中国在多多少少 有一点被滥用 因为它不仅仅是 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 有这个问题 非官方背景的 民间的慈善机构 同样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 红十字会的问题 其实更大程度上 它是和中国这个 官僚体制有关 而从本质上来讲 我觉得前面我们谈到 这个红十字会的捐款 数量在变化 在下降 其实我想 呃 可以提出个很简单 的做法 那就是红十字会的运作 它的捐款 退出 机关事业单位 走向街头 那个时候才是真正检验 红十字会的老百姓当中 有多少 这个 信任基础的一个标志 如果靠在街头 设捐款箱 红十字会还能像过去 逼捐那样拿到同样的钱 那说明 它还有点公信力 那如果一旦退出 机关事业单位 不能逼捐了 红十字会就垮台了 那就很说明问题 那就说明这个 像这样的官僚衙门 必须彻底改造 嗯 好 陈巧龙先生 我们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中国红十字会的 他们的官网 在他们现在的网页上呢 头条的工作动态的新闻呢 是说副会长和监秘书长 王汝鹏访问柬埔寨的红十字会 第二条呢 是中国的红十字会 援助外资供应站的 完成对斐济的援助项目 那么第三条呢 才是松下电气 对云南鲁电地震的捐助 嗯 就说在第一条和第二条 在中国发生这么大的天灾之后呢 还有昆山的工厂爆炸 这么大的爆炸事件之后呢 他并没有把这些东西 放在最前面 而是把副会长和秘书长 王汝鹏出访 放在第一条 请您来评价一下 这次红汇在云南鲁电的 这个地震中的表现 好吗 好的 我仔细地在网上查了一下 8月3号 8月4号 中国媒体有报道 说中国第一批对鲁电 昭通鲁电这个救灾物资运出 从哪儿运的呢 从红十字会在当地 昭通的这个被灾仓库运出去 就是就地运出 2000件夹克山 2000条没门备等等 当时我就在想 第一批运出去了 而且媒体在报道说 我们会继续跟踪 后面的救灾行动 今天是8月12号 我想从8月4号到12号 这八天当中 怎么也得有点后续报道吧 很有趣的是 就从那第一批物资算是红十字会 这个云南省红十字会发出的之后 剩下的再有一点救助的话 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县市一级的红十字会 全国红十字会没做任何事 也没有从其他地方用全国红十字会的名义 调动任何物资 换句话讲 按照红十字会和中国新闻媒体报道的口径 运往昭通的救灾物资 经过红十字会总会调拨的 就是昭通当地仓库里的一批 以后就没有第二批了 这样的话我们看得很清楚 就这个红十字会其实 他真在救灾的时候 发挥不了多少作劣 这次云南昭通地区受灾人口达到一百万 他拿两千件夹克山两千条棉被 就算是应付差设 但是呢 同时他在扮演外交大使的角色 就红十字会的总会会长忙着 不是去昭通去外国了 怎么去和外国国家去握手 然后发展红十字会外交 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出来 这个红十字会拿着慈善捐款 在当政府的这个外交的这个助手 但是他出国的时候 花的是不是也是慈善捐款的钱呢 这点我们就不知道了 未必中央政府为他出 专门拨一批外交经费 如果不拨的话 那大家的捐款不就成了他出国 甚至公费旅游的开支了 好 陈洁先生刚才说 您跟北京红十字会 中国红十字会的高层比较有联系 您知道这方面的信息吗 陈洁先生 就是之前啊 郭美美事件之后呢 我跟他们有一些高层 还是有过多次的接触 包括有一些人呢 有些领导呢 实际上在郭美美事件之前 我也认识 那么感觉就是说 还是一句话 就是郭美美事件 对于洪会的这种震动 还是非常大的 尽管他们也觉得 这个事件有点冤 但实际上他们也不认为呢 完全是冤 比如说他们就是在 郭美美事件之后 就已经撤下了 这个商业红十字会 那么说明了这个刚才 程翔龙先生所说的这种 红十字会和郭美美之间 并不是说完全是清楚的 清白的 那么现在来说呢 就是红会呢 就是应该说还是做了很多的努力 当然了 我觉得我们不能说 指望他一蹴而就能改善很多 至于提到王若鹏 访问柬埔寨红十字会 那么我也看到这个消息 我当时有点奇怪 8月5号到9号 他是到柬埔寨红十字会 这个访问了 并且出席了这个 柬埔寨红十字会 第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那么8月3号呢 是交通发生了地震 那么像这样的情况 当然作为个人来说呢 首先我认为呢 可能像这么一次访问呢 可能是这个两国间 红十字会的一个访问 应该是8月3号之前 就敲定的事情 所以呢可能有一个 外交日程的安排问题 但是呢同时我也觉得 就是刚才丞相总先生 批评的是有道理的 比如说像这么重大的 地震发生之后 红十字会的这个高层 应不应该迅速赶到去 我们的总理都赶过去了 红十字会会长 有什么理由不赶过去呢 所以我觉得应不应该去 改变那个外交的形成 而去做自己应该做的 本职工作 这个我觉得确实呢 是有道理的 我也觉得应该要改变 那么实际上 红十字会这个网站 现在还这么做 把一些重大的 这个本职工作的内容呢 撇在一边 而把这些领导的访问呢 放在这个头条 这里面就有个问题了 仍然说明 红会还是一种 机关衙门的思维和逻辑 那么包括红会这个网站 他们做这些工作 做宣传 做公共关系 也还是以这个领导的出席 什么活动为最重要的新闻 实际上我们也知道 中国的这些公共机构的 公共关系工作 是做得特别糟糕的 他们一直以来是把领导 作为最重要的 而不是把工作作为最重要的 所以我想这个红十字会 从方方面面确实都体现出 它官僚化的一面 这种官僚化的改革呢 既跟它本身努力有关系 怎么去努力 也跟整个中国的这种环境 是有关系的 整个政治环境 官僚环境是有关系 比如说像北京的交通拥堵 就是很多人就知道 这个国家机关太自以为 是都把自己作为中心 所以最中心的地方 都是中国的这个国家机关 导致拥堵 那么如果让他要搬到郊区去 他很不乐意 那么这样的官僚作风 其实在中国的很多领域都存在 十字会同样不能例外 那么最后我们大概 只有两分钟的时间呢 想请二位来给我们点评一下 你们觉得 郭美美事件是否给洪惠 扭转他自己的形象 提供了一个良机 那么红十字会 有没有可能抓住这个良机呢 我们首先请程晓鸥先生 来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好吗 好 洪惠确实抓了这个机会 我不叫他良机 原因是他试图 通过撇清 来把自己洗干净 但问题是 他身上还有别的很多脏 这个比方讲 刚才提到这个洪惠会长 去柬埔寨 云南昆明机场就在他去 柬埔寨的途中 如果他但凡对当地的赛民 有一点关心 那飞机在昆明停一下 不可以吗 到昆明去或者不去现场 哪怕在昆明了解一下情况 就体现出了洪惠领导工作 中心的转移和改革 可惜 他忘了这里 好 最后一分钟时间 请程晓鸥先生 点评一下好吗 好的 那么郭美美事件 我认为对于红十字会来说 真的是一次这个坏事 但是我相信呢 他还是这个红十字会的一些 这个高层的人员 整个社会的这种多处下 他们应该说还是要 会把这个坏事呢 变成好事 在过去一年以来 我觉得他们还是做了 很多的这种改善形象 提升工作的一些 这个具体的行动 但是这些行动 和他的所产生的效益 离公众的要求 离公众的期望 离整个国际红十字系统的这种 这个职责的要求呢 还有很大的差距 我希望他能够去不断地去努力 能够去改善自己的形象 同时也给中国 整个慈善公益领域 做一个好的带头 但是呢最终来说呢 我们回到我们的话题 我认为环球时报 前两天发的那个文章 是有点问题的 他说这个批评红十字会 是别有用心 理由是郭美美 本身是没有和红十字会有关系 那么我觉得 不管郭美美事件 跟红十字会有没有关系 公众的批评都是有道理的 它并不是别有用心的 它只是找了一个 这样的机会而已 没有郭美美 也有刘美美 也有李美美等等美美 那么这些美美 是红十字会发生问题 暴露问题的一个原因 那么只要把这些问题 作为改善的契机 那就是一次好事情 好的 时间关系 关于郭美美和中国 红十字会的讨论 就告一段落了 感谢美国 普林斯顿大学学者 陈晓龙先生 和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 陈杰仁先生 参加今天的话题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卫视时事 大家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在明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带您关注 中日关系 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 对即将讨论的话题 提出问题或者是评论 可以到美国之音 中文网站上的 卫视留言板留言 也可以到时时 大家谈在Facebook 或者Twitter上的网站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 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 斜杠VOAIO 还有Twitter.com 斜杠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 再次陪伴您 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别忘了 北京时间 每天晚上八点到十点 准时锁定VOA卫视 我是吴欣欣 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阿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